欢迎来到健康2.0 我是郑凯云 今天我们的主题 让大家都煞了一大跳吧 健康居然跟我们每天拿的包包 不管是小包包啦 或者大包包都有关 我们刚刚用了这个 仪器来测细菌 结果TPPS的马桶是600多 我们制作人的运动鞋是571 这都是我们实际去测的 这只手还是我的手 我当时去测的 刚刚也测了芳瑜的 你的包包多少 自己说一下 16万 可是我想问一下 本节目有测过比我高的吗 没有 你第一名 你背了一个 266个马桶 你背了一个社区出去 好想要背这个名字 16万 等于266个马桶 都背出去了 难怪我长不高 所以你看 平常我们接触到的东西 这些细菌跟我们的健康 非常相关 这只是皮夹而已 那一般大包包问题有很多 包包为什么容易藏无纳垢啊 我们先讲 其实包包的这个细菌来源 通常分的是外面跟里面 两个地方都会 外面其实就是我们直接接触在地板上 那像我刚刚讲的土壤 它其实细菌来源是最高的 最多的 对 而且它的这个细菌数是最复杂 种类是最复杂的 那再来再讲里面 其实里面各种都有可能 包括说我们自己的手机 手机我们常常会带去厕所 带去各个地方 那我们在常常接触人的时候 然后人跟动物的一些这个接触的 这个我们所谓细菌的灰尘 它会在我们放东西进去的时候 它其实就顺便掉进去了 可是其实说真的 我觉得一个包包的这个细菌 哪个地方是最严重的 是里头 里面 对 为什么会这么说 因为其实我们外面 我们习惯它都会通风 可是里面我们基本上 没有人有通风的习惯 Sam你有吗 你这么爱干净 你会让它通风啊 你会在我们家可能阳台旁边 有膝晒到的地方 稍微打开让它晒一下 你还真讲究 因为你不能直接曝晒 陈医师 你会吗 我也会 这个我真的 因为你如果直接曝晒 很怕有一些皮质会被你晒化 对 会变硬 对 不然你就让那些细菌 住在套房里面 它就会越长越大你知道吗 就是不要让它有住套房的感觉 就打开让它赶快消灭这样 其实像芳羽这个皮夹 它就是应该标准 它应该是一直把它收在一些 柜子里头 对 对 那其实我们本身的这个 不管任何东西都有细菌 但是当你放在一个不通风 或者是潮湿的地方的时候 它的细菌就会滋长得很快 这就是为什么这个 变16万的原因 芳羽 你的大包包亮出来吧 平常会丢在地上 让它好像搭帐篷吗 里面又让它住套房 因为我觉得这好像蛮正常的 因为我身边很多女艺人 他们都跟我一样 就这是我的通告包 我们其实上通告之外 有一个自己的包之外 就会带一个大的包包 那里面会放什么东西呢 就比如说会有 等一下因为上节目都穿高跟鞋 然后就会有 等一下要换的这个平底鞋 鞋子 穿过的鞋子 对 穿过的鞋子 然后或者是说 踩在地上 也把它塞到锅里了 是不是食物也放在一起 对 食物就是 当然要 因为随时就是可能肚子饿 你要补充 就是会放在里面 然后还有就是比如说 我等一下下了通告之后 我要换了换洗衣物 或有时候运动 运动完的衣服 或者是内衣裤 流过汗的 你也用塞进去吗 不然呢 要放到哪儿 不然矽静超爱你的 也就非常营养的环境 通常就是这样一包 就是来上通告 那平常呢 你丢哪里 就放地上 对 就是录影现场的话 我们就是放地上 就是所以我会选择 有四个角的 这有用吗 那中间还是会来 对啊 你的好方法是什么 我的好方法 因为我自己没有通告包 我自己因为我换衣服都在车上换 所以我没有这些 可能另外的一个包包 不过我自己还是会有随身包 那我随身包 像我自己都会准备一个这个袋子 这个就是外面 这个就是外面很多店家 都会送的购物袋 购物袋 对 都可以 或是超市送的购物袋 我就把它找一个 合适这个包包的尺寸 然后我平常的时候呢 我要拿的时候 我就把包包拿着 然后这个防尘袋 我就把它折在包包里面 然后像我刚刚要录影前 我就先把这个包包 这个防尘袋打开 然后放着 我补充一下Sam这个 他其实这个防尘袋 我建议在收纳的时候 反过来收 才会把细菌又带到包包里面 那因为其实我的出发点 第一个是 不要让包包容易脏之外呢 也不要让包包比较容易 被踢到或什么挂到 对 我觉得是爱惜的一个动作 对 那其实说 像刚刚讲 要把它反过来的话 其实细菌比较不会再沾到包包里面 这只是外面啊 那里面呢 像手机 钥匙 还有食物等等 你不会放进去吗 我会 因为我里面会放不同的小包 像我里面就会有化妆包等等 然后像我钥匙的话 我会准备像这一种的 这一种就是 它是一个钥匙包 那钥匙包 为什么会准备钥匙包 因为钥匙 如果说你把它漏在外面的话呢 你的包包又是属于那种皮革类的 很容易刮 很容易刮到里面的一些皮革 那我觉得刮到 并不是说因为星辰包包 是因为你刮到那些 可能勾痕等等 它会藏污纳垢 对 变成方细菌盖一个家 而且我觉得呢 你的这个钥匙 如果说有把它弄好的话 你把它装在一起的话 你会发现 钥匙也不会常常 因为你去摸来摸去 因为钥匙我觉得 它的比喻就像钱币一样 它金属 它也很容易可以沾到一些 可能一些油脂等等的 那第二 还有一点就是你也比较好拿 我觉得是这样子 还有食物喔 像芳宇你这个食物就还好 它是没有打开的 对… 但平常如果就… 很多人会放香蕉 三明治啊 很多人会买葱油饼啊 葱油饼啊 水煎包 对啊… 他肚子饿吃点小点心嘛 对…就先塞着嘛 对 后面就有一个 所谓很像会稀有的那种纸袋 所以在里面就会有一些蒸汽 我有一个朋友就是这样 你知道吗 他有一次他就是买了一个 路边的水煎包 然后就半片25块 他就吃了一片 我今天不要吃那么多油炸的 他就放在包包 他忘了 你知道吗 然后包包也没有整理 他两天没出门 第三天他打… 到第三天 对 第三天打开的时候 我不骗你 他里面有一只很小只 很小只的小… 小招啊 不是 小老鼠 對 太恐怖了吧 真的… 真的 我没有骗你 真的太恐怖了 小只的 太可怕了 而且我会有一个朋友很好玩 他很喜欢吃那个咸鸭蛋 他就会在包包裡面 放两颗咸鸭蛋 你知道那咸鸭蛋 不小心撞击 一撞到就碎了 然後就忘了 你知道吗 裡面也是整个叫乱七八糟 然后就好像那种收水桶一样 所以在里面的污染源呢 有大家的手机 还有钥匙 还有另外最恐怖的就是食物 其实跟食物有关 有一个是妈妈的爱心 或者是太太的爱心 这也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便当袋 我们平常小时候 应该都戴过便当吧 对不对 其实这个爱心 是很好 很健康的 可是偏偏便当袋用久了 好臭喔 好臭 有个油油的味道 会有啊 因为其实便当袋 最常沾到的就是所谓的油脂嘛 对 你看我们要健康 所以给这个妈妈帮全家人 或帮小朋友准备便当 那里面很健康 可是偏偏坏就坏在这个便当袋 而且我小时候好像 也没有清过便当袋耶 现在回想起来 就是有一个油油的味道 你这样说好像也没有耶 对 所以这个便当袋 到底怎么清啊 这么油喔 基本上呢 如果我们在居家的环境呢 没有专用的产品刷子的话 我们可以先拿家里的牙刷 那沾着前方的洗碗巾 好 那我们示范一下好 我们可以先沾一点 那因为油垢呢 它不知道是停留多久 我们可以让它在上面久一点 几分钟没有关系 等一下 我看到这个牙刷 马上已经变成 有没有GG的颜色了 马上喔 它只是稍微这样轻轻的弄而已 那我可以问一下吗 市面上不是很多人都说 用小苏打粉 这样子是可以的吗 小苏打粉也可以啊 因为基本上便当袋 它是比较单一的材质 这种尼龙材质 比较不用怕说它会洗坏掉 但是比较要注意的是 我们不要把它泡在 像洗衣服一样 泡在水里这样子搓揉 因为基本上 其实它是比较单一材质 它也有可能里面有黏胶 那如果这样泡下去的话 泡久了 它可能胶分离 你可能比较容易破掉 或是开始起泡 这一点很重要的 所以这个很重要 像我们很多客人是 它直接丢到洗衣机 那起来的话 这个就可以丢掉了 因为变死了 变形 然后起了很多水泡 所以基本上可以局部清洗 然后也可以整面就对了 局部清洗的话 我们先沾在上面 让它停留一下 把污垢都先包住 如果它是特别脏 或是特别久的 你当然一沾立刻刷 它可能没有办法立刻清掉 所以要给它一点时间 那基本上 像现在就差不多可以 对 差不多 那我们就把稀释 有加一点水 稀释的洗碗筋 来稍微刷一下 那刷的力道 就是像你在洗 你的贴身衣物 那个力道就可以 轻轻的 那如果说你今天 这个包包它材质比较好 是棉布材质 你最好可以顺着它 棉的方向去刷 OK 那是不是还是建议 就是说如果说 你可能假日 可以把便当袋绊过来 晒个太阳 会比较好 对不对 我刚刚其实也蛮想补充这个 这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如果它是有皮革部分 的话还是尽量不要晒 因为比较容易变质 但我觉得至少 你要把它翻过来通风 通风是最重要 我们的便当 通到妈妈煮完的时候 都是煮熟的 而且它是热的 所以等于是细菌 最好的温床 对 热加水蒸气 所以它其实在里头 就会培养很多的 这个黴菌跟细菌 所以一定要天天通风 所以还是总结一句话 就是不要买太贵的便当 真的 真的 就是烤洗的就好了 主要是健康就好了 好 那像我们现在稍微刷了之后 接下来呢 我们再刷一下喔 你看牙刷上面是不是都沾满了 对啊 多黄黄的 好 那这时候呢 我们 因为我们是做局部清洁嘛 那我们只要把 准备一条白色的布 那白色布 为什么是要白色 就是我们在擦的时候 很明显知道 我都没有擦起来 那我们就是先擦一下 大家可以看到 在布上面 比较好干净耶 所以代表真的是 可以把油给清出来的 对 而且这个油不是我们之前滴上去的 是真的就是哪一位同事的包包 里面就是有这样子的油 所以它应该也好一段时间了 还是可以清得掉 对 那我们擦过之后 还是继续再用干净的地方 再继续再擦拭 多擦几遍 你看是不是 我周遭环境没有弄得湿答答 然后又很方便 而且真的感觉比较 颜色是一样的很多 那擦第二个布是不是也比较干净一点 好 这些呢都是可能会污染包包的污染源 包括像食物啦 钥匙啦 还有这个手机等等 另外还有一个部分 大家可能没有想到的就是 大家的双手 这个呢我看到情依师笑得非常地开心 非常地心虚 来 我们先来测一下方瑜的手吧 我不要再得第一名 我不要再得第一名 刚刚那个便搭袋 如果测的话 说不定会比你的包来得更 数字更高 你觉得呢 我觉得有可能 没有 我觉得它的包数字更高 还是第一名是不是 对 好 那现在是手的部分 我们做这个是要让大家知道说 其实我们常常 包括防肠病毒啦 今年肠病毒是 对 这个高风又开始很多小朋友感染了 为什么洗手这么地重要 其实污染源之一 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手 好啦 我们现在答案要揭晓了 方瑜的手 10秒钟 看看到底情况是怎么样呢 方瑜你觉得呢 我觉得 一千以下吧 应该不到一千吧 2万2千 你的手 比你的皮价还脏 比你的皮价还脏 比我的皮价还脏 我的大概四 三 四倍 你的七千 对 接下来 当然我们对于医师的手 也非常好奇 对… 对 我们这个是要告诉大家说 手其实真的是 所有事情的污染源 包括我刚刚提到了 大家吃薯条啦 还有吃什么循止炸鸡 一定要循 一定要止 这是一定要的 我会不会今天咽完之后 就没有病人再找我病人 医师因你又回应 你要告诉我们 怎么样洗才可以更干净 像平常啊 我们在医院看到有一些 干洗手或者说是酒精 那个到底好不好啊 其实我觉得有差 因为其实像我以前 我自己分享我个人的经验 我自己以前在实习的时候 那时候就会很忙 然后我不太喜欢洗手 就直接吃东西 我那时候几乎三天两头 就感冒 可是后来我发现说 这个问题了嘛 我就每次知道我要下班前 我一定会去洗手 然后后来其实我就很 几乎很长的时间 就没有再有感冒的状况 好 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来看看 医师的到底是多少呢 广告回来之后 告诉大家